最早影響我的海洋音乐 算不算是外婆的澎湖湾啊 晚风轻浮澎湾 白浪住沙滩 没有一点追斜阳 只是一片海蓝蓝 我觉得我快要变成老船长 我很喜欢摩托车 我觉得当我跨上去摩托车的时候 我就拥有了天地 所以我有很多热血的歌曲 都跟摩托车的 给我的一个态度是有关系的 你可以想象 当我跟你招手跟我一起走的时候 就是再出发 当我们跨上摩托车 发动引擎的时候 就跟我一起冲 就像一阵风 如果说你中间遇到了一些挫折 让你有点进退两难的时候 你还可以听听伤心太平洋 最后你告诉你自己 怎么样怕什么 真心的人死不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可以听听看像天涯 那种男子汉的心态 我的歌 还蛮多适合骑摩托车的 我感到光荣 追风的一生 欢迎来到香港大浪湾 这是我以前常来的 大浪湾 顾名思义觉得浪很大 但是浪在香港来说 是一种奢侈 因为香港的海域很平静 只有风向跟外围环流角度对的时候 这边才会起浪 但这边起浪以后 它的涌很大 所以那个show break 盖下去的时候很猛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可以 小玩一下一些浪不大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租板子 然后这里就是我常常来 光顾的这个市多 市多就是store 然后这边有很多吃的玩的 还有一些可以租用的冲浪用品 然后很多明星都会来这里 你看 发哥 Eason Eason 千华 阿姨姐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怎么那么可怜 真的是我 人不红了之后 就会被挤到角落吗 不是啊 因为你有些小孩在这里 我特地帮你插 为了我的面子 准备把我的照片挑 不敢握啦 你都还抖了吗 大家抖 好 拜拜 我要你陪着我 赶着那海贵水中游 慢慢地趴在沙滩上 输着浪花一朵朵 你不要害怕 你不会寂寞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作用 让你乐悠悠 另外摩托车手 摩托车手回来了 平吗 OK吗 OK吗